花花因为感冒 从9月10号开始和弟弟闭关已经20天了 9月26号那天 吉弟这边发了花叶的视频 说是感冒已经快好了 不过医生说还要观察此天 要不了多久就能带着弟弟跟大家见面了 花花叶子闭关的这段时间 他们的院子一直是在翻新的 现在已经把它翻新完了 大宝座没有了 就是叶子最喜欢的大宝座 但是终于有了小滑梯呀 以前花花可是直接用木头来当滑梯的 好多的熊猫宝宝在一岁 能走路能攀爬的时候就拥有滑梯了 花花和叶子三岁多的时候才拥有滑梯呢 花花以前还抱着什么木桩啊 什么石头啊 抱在怀里面像个宝贝一样 花花叶子的这个院子里面 确实没有什么风容玩具的 不过现在把这个休息区搬到后面去了 就没有那么吵了 在前面的时候确实太吵了 来对比一下 之前的他们的院子 这个小木屋是不是变小了 搬到后面之后看起来没有那么大了 花花是很喜欢它的小木屋的 经常会在里面睡觉 要么是睡在里面 要么是睡在上面 叶子呢就是很喜欢它的大宝座 再来对比一下翻新后的院子 休息区在后面这一点非常好 之前就是挨着游客这边 方便游客拍照什么的 但是对花花叶子来说不好的 太吵了 在后面稍微会有一点隐私感 然后多了这个小滑梯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面 看起来远一点的原因 小木屋确实没有以前大了吗 之前他们很喜欢的那个小木屋 秋千 那个秋千也没有了 那个风容的秋千 花花还是蛮喜欢的 要不然再给花花叶子安排一个吧 希望花花和叶子能够休息到 国庆假期结束 国庆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出来呀 特别的吵 直接放个长假 休息到国庆结束之后再出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姐